嗨,大家好 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 GraceUp里面资料结构的概念 那我们可以先利用 在上一堂课有用到的 这个Series的电池 我们到Set的标签底下 选择这个Series 在这个位置 然后它前面的这个起始值间隔 跟这个数量,我们都先让它 维持预设的标去更动它 接着呢,我们到Parameter 标签底下选择这个Panel版 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后面 这边产生的这个资料 的这个显示 你会发现说,它这边就有 针对我们这些眉笔资料 每一个都有 做这样子的显示,它就有点像 是这种清单的 这个感觉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另外 在Canvas上面直接点两下 我们给一个数字 好,一样呢 我们给它一个Panel版 接到后面来看一下 它这边呢,就是只有一笔资料 因为我们这边,前面这边就是给很单纯的数字嘛 你可能会发现说,它这边这个线形就不一样啰 这个的话它是只有单线的 那这个的话它是双线的 单线的话呢,就表示说它是 single data,就是只有一笔 单纯的只有一个的资料 然后这个list的话呢,它会是双线 就表示说它在这个下面呢,有很多 同时有很多笔不同的这个资料在 那我们之前呢,在入门的课程里面有利用这个网格 在这里 我们有利用这个网格的这个电池来产生这种grid 我们一样给它一个Panel版看一下哦 好,你会发现这个线形的话就是虚线的 跟上面这几种不同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Panel版 我们把它拉大一点 你会发现说,它这边有一个是比较深的 有没有,下面就是一堆资料 然后又是一个比较深的 下面又是一堆资料 你看一下它这上面其实有针对 一栏一栏的这边有做编号 表示说呢,我在0的这个编号底下呢 我又有这无比资料 在1的这个编号底下呢,又有这无比资料 所以呢,这种的话它其实是 比较有阶级或者是层级在的 那这种呢,我们在graceup里面 我们把它叫做是tree 也就是树状 树状的那个tree tree的这种结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提到在graceup里面有三种线形 单线 实线跟虚线 那呢,实线的话它就是这种list的结构 它是单纯的,像是清单一样 然后呢,tree的话呢,它就是针对清单的清单 它是带有这种阶级在的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说在电脑里面我们有档案跟资料夹嘛 single data的话,它就是很单纯的一个档案在那里 然后如果是list的话呢,就是一个资料夹里面有 同时有多笔档案 那如果是tree呢,它就是可能资料夹底下又有资料夹 然后资料夹里面又有不同的档案 所以它这个是带有这种层级在的 那关于在处理资料结构呢 我们很常用到的有这两个电池 第一个的话呢,是flatten tree 第二个的话呢,是graft 它分别呢,就是把你的资料提升一个阶级或降低一个阶级 也就是说假设现在这个是tree的结构有没有 我如果是用flatten的话,就是把它压平 我把它变成是单纯的这个 这个就是list的结构有没有 就是一个资料夹里面有同时很多笔档案 我就不管它中间这些的这个分级了 那如果是graft的话呢 假设我原本这边是这个list 一个资料夹底下有三笔档案 我如果把它升了一级的话呢 就表示说我要分别针对这三个档案 去个别建立资料夹 所以它就变成单纯的自己一级 一级,一级,一级,这样子 好,我们回到graftupper这里哦 我们来练习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个graft跟flatten 我们呢,到set这边我们选择这个tree tree的这个标签底下呢,有这个flatten 把它拖出来,然后还有graft 分别呢,在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图示哦 它这个就是树它被砍断了嘛 所以它其实就是把它这个树状结构去除掉 它就变成单纯的list 然后这个graft呢,它是用一个树描的 有点像是说你每一个树它又长出了这个新的这个枝芽 所以就是一个小树苗的这个icon 我们来直接把这个呢,拖到这个位置 我们调整一下,把它往后移 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分别针对这个series跟这个square 去做flatten tree跟graft 我们直接往下复制一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flatten tree的这个series 它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好,我们直接接过来 你看哦,它原本一样是list嘛 它flatten完的话,它一样还是list 但我们如果这时候给它一个这个graft tree 就表示说呢,我现在要针对后面这边每一笔资料 我都要个别给它一个新的资料夹 让它每个都长了一个阶级 好,我们看一下 你看它后面这边就变成一格一格了,有没有 0的话是一格 1的话呢,是一格 2的话又是一格 这样 这个的话就是graft tree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square 它原本是这样子的资料结构 一个资料夹下面有无笔档案 好,我们如果给它flatten的话呢 会发生什么事 它就直接变成了一笔资料夹里面有所有的档案 它这边呢,总共有0到24,也就是25个档案 那它原本呢,我们看一下它原本了 它原本呢,是一个资料夹底下有无笔资料 有5个档案 也就是说它总共会有5个资料夹 你看它这边是编号000的资料夹里面下面有0到4这5个档案 001的有这5个档案 所以它这边总共到最后有这个到编号004的这个资料夹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针对这个去做graft的话 它的这个阶级其实又会多一级哦 我们来看一下它上面这边的这个编号 你看它这边是0000有没有 然后0001 所以呢,刚刚是一个资料夹底下有5个档案 它现在变成是说呢 我们又针对这个资料夹下面的5个档案 又个别给它一个资料夹 所以呢,我现在这边是0000 你看一下 到这边的话就是0004 所以呢,它其实是在一个资料夹底下 又有这5个资料夹 然后这5个资料夹底下又分别都有一个档案 所以呢,这边又是另外几种 你看这边变成是0010,0011,0012 它前面这边多了一个这个1有没有 这边是0 那你看一下它跟刚刚我们这个SeriesGraft的这个 玩的这个结构 其实它是又多了一层的 我们这边只是很单纯的00001 然后呢,它下面这边是0000,然后又有0010 然后底下又有0001,0002跟0011跟0012这样 好,所以呢这个的话就是针对这种数状资料结构 跟List资料结构调整的这个电池 分别是Flatten跟Tree 那呢,我们除了直接在后面这边接电池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删掉 我们呢,也可以直接在后面这个输出端这边 我们按一下右键 这里也有这个Flatten跟Graft 它的这个功能呢,其实跟刚刚这两个电池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直接选择Flatten或者是Graft的话呢 它也会达到一样的效果 好,我这边选择Flatten 你看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针对资料结构的一个调整 如果我们要看资料结构的显示的话呢 最长的就是直接用这个后面接一个Panel版来直接观看 它现在这个资料结构是List还是Tree 或者是说它在Tree底下它又有怎么样的阶级 或者呢 我们可以到这个Parameter的这个标签底下 在Utility这里我们选的这个Viewer 它其实就是针对资料结构的一个显示 好,我们把它往旁边拖一点 然后往下复制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Series的 好,把它送进来 好 然后下面这个Squared的Sale呢 我们一样把它送进来 你看它这边就会写 我这个Series底下呢 它这边就是只有一个资料夹 然后这下面有十个档案 这个N就是它下面有几笔资料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Sale这边呢 它就是总共有五个资料夹 然后一个资料夹里面呢 又有五笔档案 好 那我们这时候可以直接针对这边这个电池 我们可以按右键选择这个Data Draw Tree 或者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直接点两下 它就会更改它的这个显示的形式 它会用这种比较图形化的方式来表达 那我们这个前面这个SingleData呢 我们一样可以给它看一下这个Viewer 我把它移过来 好 接上来 那我一样点两下 我把它放大一点 好 你会看到它其实在图形上面也有蛮明显的差异哦 这个是SingleData 它就是很直接单纯的一个阶级 你看它这边是只有一个红色的一条线有没有 然后如果是Series呢 它是List 所以它其实这边是一个资料夹下面 有一些档案 然后这是它的资料阶级 那这个Square呢 它是Tree的结构 它呢是下面这边总共有五个资料夹 然后这五个资料夹里面又个别有五个档案 好 那这是针对资料结构显示的另外一种方法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呢 跟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资料结构的概念 然后又讲说怎么样子去做资料阶级的调整 也就是这个Flatten跟Graft 然后呢 有针对这个资料结构的显示 有跟大家讲怎么样子去做辨别跟调整 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